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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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贵柱已进了四品惊险 花白胡子笑得一抖一抖 满面红光地和李光帝寒暄着 说道 我这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做了官 吴二爷是要修炼成佛的了 又来了您 却是吴老太爷的高祖 您可得多关照了 李光帝 李光帝 李光帝面上镇定 心里是直打鼓 兴奋的砰砰直跳 笑着说道 我素来不信服命之说 但你何贵柱有福看来不假 听说太监何柱原来叫阿狗 就是羡慕你才改了名字 说吧 两个人畅快地笑了起来 何贵柱被李光帝奉迎的身上舒坦 凑近了说道 听里头疯传 大人要进尚书房呢 李大人 是真有您的 当初说去台湾 连锁中堂都不敢说硬听话 唯独您顶着一定要打 这就是本事 熊大人如今也说您有名臣风度啊 何贵柱说着 摇头乍舌连连赞叹 李光帝听了目光豁得一跳 半赏才输了一口气 淡淡一笑 说道 君子之命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名臣不名臣 我没想过 刻意求名就入了下流 皇上如此加恩 我已是位极人臣 岂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啊 何贵柱听他撇清 不禁一笑 他在皇上跟前当差多年了 耳濡目染 已经知道文人习性 越是热衷 越是正经 听李光帝如此一说 都不好再套近乎 善笑着其身道 大人这话我信 您是正八经的理学大儒吗 天不早了 我得回旨去 您不妨去见进锁中堂 他消息灵通 说不定皇上还要加恩呢 说罢他笑着去了 当天午后 李光帝便坐四人官教 至玉皇庙界索额图府邸 门上人见是他来 打了签问过安 便飞跑进去禀报 早进锁府 清客相公 陈铁家 陈锡家二人 连妹出营 一路说笑着 让进了西华厅 锁儿图正和汪明道 在对弈呢 见李光帝进来 撇下棋子 起身笑道 新贵人来了 我这几日身子不爽 没得出营 亮晋青 不会挂怀吧 老师 这是哪里花呀 李光帝一聊前百 端端正正坐了 微笑着说道 回京之后 事情太多 您都是知道的 所以没能来府上请安 还得请您海韩才是啊 锁儿图漫不经心地吩咐 弄点酒菜来 还有汪老 我们边吃边谈 金青 接到圣旨了吗 李光帝说 今日上午 何贵柱来传旨 真是圣恩高厚 光帝受之有愧 说吧 福西凯然叹息了一声 王明道盯着李光帝 沉思不语 半赏才说道 圣恩是一层 这里头还有太子殿下的意思 中堂上午还说 小王子几次奏请万岁 要你进尚书房办事呢 锁儿图见管家老蔡 一把席面送来 便说道 彩带 你愣什么呀 还不快去把圣上刺的 那一坛子茅台送来 见老蔡一叠连声地 大应着下去 三个人这才入座 锁儿图用筷子 在盘里翻减了半天 夹起一只螃蟹来 拧着腿说了 农村哪 你不知道 如今的事 比不得康熙十二年前 难哪 太平世界 谁不想拔高向上 你的心思 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凭你的人品 心地 财学 进尚书房 那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娘的 偏偏有人作梗 仿佛掉胃口似的 他说着又住了口 挖出蟹黄 蘸了姜醋 慢慢品着 又说道 你去这几个月 就有不少闲话 陈梦雷也调了回来 由于你的功劳 谁也泯灭不掉 这才封赏了你 若论这里头的文章 多着呢 李光帝的心猛得一沉 但他速来涵养极深 迅速恢复了平静 敢问 是什么鲜花 我并不在乎 横竖皇上知道我 但我在军前效力 后头却有人做文章 岂不是多多怪事了 说话间菜带劲了 将酒针了 王明道见他出去 才冷笑着说道 亏你还是宝学之士 自古这样的事有多少 立了功杀头的 也不发其人 苏议图说道 残你的骗子有四五起 于国柱 徐贤学 郭秀都残了 这都是明面的事 我也不想瞒你 有的说 你在福建居丧 也和耿京中有勾脸 媚功卖友 有的说 你的腊丸树 迟送了一年 其中难保不是 孤明钓鱼 观望风色 还有说你是假道学 居丧不仅 与妓女鬼混 你说气人不气 李光帝听着 眼睛里边 已经是蹦出火花了 他没想到 自己到前方卫军 后头竟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作见人 半上才喘了一口气道 我的心 天知道 所额图平静地说了 皇上也知道 所以一概扣了 流中不发 王明道却说 不过日子久了也难说 增身是圣贤 增母是贤母 以母子之情 能说不知道自己儿子 报了三次增身杀人 他不照样信了 李光帝一听心里边 咯噔了一下子 这典故他当然知道 而且无端地调回了陈梦磊 就是不祥之兆 停了一下 他才有点不情愿地问道 陈年兄调回来了 在哪个部里办差啊 索额图一声冷笑 若是在部里 那都好了 如今在三爷府里 是皇子师父 三爷印旨 年纪尚幼 倒也无所谓 但却是新进风的贝勒 与大阿哥印提平头论位 仅次于太子 康熙把个学穷造化的陈梦磊 从囚犯一下子抬到这个位置 的确叫人吃惊 李光帝想想 这是康熙的意志 不好说什么 冷笑了一声 端起茅台酒 一言而尽 索额图看了汪明道一眼 亲手为李光帝 珍了酒 又说道 说实在的 这上书房里 还是明珠说了算 熊老夫子 小心谨慎 两不沾惹 高士奇自己立不起山头 归根到底是明珠 一党 我若不是里头有太子照应 早就被排挤出来了 哼 明珠这人 人都说他盖世聪明 其实他心里打的小九九 蛮得了谁啊 什么小九九 李光帝静静的听完了 目光悠悠的问道 王明道身子一仰 靠在一辈上说 大阿哥印体 阿哥里头 他是头一个封为贝勒 他还想怎样 索额图上下 打量了一番李光帝 见李光帝一脸正色 突然喷饭大笑 你呀 不知是真呆 还是半傻 奢望这东西 还有个穷尽的 敖拜不过一个公爷的位分 一旦有权 就想坐龙亭 何况印体金枝玉叶 魏尊贝勒 内侍纳兰氏之宠 外游明珠把持朝政 掌管紫禁城素位 重拳在握 李光帝突然打了个罕见 这件事他从来也没敢想过 要真的有夺敌之祸 头一个要扳倒索额图 第二个只怕就轮到自己了 什么起居八座 光宗耀祖 什么策划庙 造福离书 一股脑全断送的金光 想了想 李光帝笑着说道 中堂今日有点威严怂听了 我听说明珠当年 乃是洞壁街头的乞丐 不是武次友和何贵柱 早送左家庄化人场了 他出身如此 受皇上不恃之恩 也敢有非分之想啊 要真的那样 我这做臣子的 只有头选国门 以报圣恩了 索额图已经吃了不少酒了 却是神色不变 康康说道 他已经在干了 康熙十三年之后 他无下保定 分次换完了宫中太监 都是他一手经营 他做了领侍卫内大臣 紫禁城营官以上亲兵 都是亲自选拔私人 侍卫里头也塞进了不少 难道非要等有一日 祸起萧墙 你才肯拼死保驾不成 你说他是乞丐出身 差点烧了 这只是一面灵 明珠怎么说 他说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他已经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了 还要的什么后福 这个居心可怕不可怕 汪明道听着 觉得索额图的话太露骨了 李光帝这会儿听着有礼 过后一想难免打折扣 便插进来说道 也难得圣上心里明白 贴身侍卫调动换人 都是自己亲手捡拔 一人不问 一人不靠 说霸师身长的叹息了一声 索额图也回过神来 是啊 魏东亭走后 明珠几番请旨 要掉牧子絮去做江宁不争使 后来又说 让牧子絮捕土海的 福远大将军去 皇上只扑吐口 他也没法子 皇上春秋鼎盛 天为赫赫 盛断英明 奸邪小人一时之间 不至于就有什么妄想 但谋夺东宫之位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金青 你可要心理清楚 光远一点看 太子 可是没有亲娘啊 李光帝想到明珠处处撤肘 与自己为难 而且居然包藏了夺敌祸心 是可忍孰不可忍 握拳向桌上一砸 说道 我这就写本参谈明珠 参到了他 就化掉了印提的冰山 太子 富有何有 兜了半天的圈子 终于把李光帝 引到本题上 李光帝康熙九年 未入世的时候 就与康熙有交往 坐了汉林 又回福建 在耿京中叛乱当日 从帆库中抽了三十万两军饷 卷款逃走 寄蜡丸书密报军情 种种功勋 加上力排众议 寄取台湾 亦是明清朝野的栋梁大臣 以他此时的身份 参本一上 康熙绝不至于无动于衷 溜中不发 只要是发到部里 必定一哄而起 为而公职 即便不能一下子 送他到神将胡同 上书房的职位 是肯定保不住的 索额图跟汪明道 交换了一下眼色 说道 早就看你是血腥男儿 祝国栋梁 不然 今日一席话 宁死也不敢讲的 你只管餐 不必瞻前顾后 有我在里头担待着呢 就是南京科场一案 连明珠带徐前学 一兜包了 还有余国柱 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些个国贼不去 朝廷哪得安生啊 你这一举 进尚书房 已是不值一提的 身外之事 当下三人在席上 一边吃一边记忆 直到天断黑 李光帝这才辞了出来 索额图直送李光帝 一致疑门 这才返回来 请汪明道安歇了 因见蔡黛带着小厮们 拾坐残席 扫地抹桌 便说道 这些营生叫他们做 蔡黛 你跟我来 我有话说 蔡黛赶忙答应了一声 跟着索额图出来 因见索额图并不回正房 静自学向花园西亚水凉亭上 菜带不禁一愣 赶忙紧走几步跟上 当时正是七月中旬 孟秋时节 凉风渐起 波云遮月 唐河倩影摇曳 清香沁人 四周煞事净净 只有蟋蟀此起彼落的鸣叫声 和青蛙咕咕咕咕咕的呼应声 彩黛 黑暗中啊 看不清索额图的脸色 只能瞧见他翘足坐在凉亭上的身影 你是康熙十年来我府里的吧 啊 是 菜带茫然地回道 奴才是山东桃荒来经的 康熙元年圈了奴才的地 没有吃的 没法子进京混碗饭吃 就在东园种菜 后来熊大人看我可怜 见到您这儿 你屡历背得好熟啊 只怕种菜那阵子 就在十三衙门当差了吧 菜带一听这个话 几乎魂都吓出窍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说道 小的不明白爷的意思 小的哪里知道 十三衙门是怎么回事啊 平夕三藩之乱以后 康熙亲赴汴梁 视察黄河 任用能臣输军曹月 任用梁将操练水军 东收台湾 选拔梁臣 缓和民族矛盾 南巡金陵 祭祀明太祖 团结前明已老 纳忠言 整顿励志 承办贪官 创一代新风 北巡圣经 与东蒙古结盟 进而西征格尔丹 完成中华 统一大业 请听长篇小说 康熙大帝 第三步 玉语成响 清朝立国之后 严习明治 效法前明东厂锦衣卫制度 设立十三衙门 专门侦探各家大臣 脏痞行动 所额图接出菜带系 康熙皇帝 派到自己身边的座探 听菜带下的声音发抖 之物搪塞 便说道 还是听我来说你的履历 顺治十六年 你桃荒雷津 在东原种菜 雄刺旅就住在附近 见你年轻精干 见到十三衙门当差 后来十三衙门才撤 你到内务府跟魏东亭 在他府里装成个 五十多岁的老头子 直到熬中堂坏了事 你的差事办完 嗯 九年到十年 你又种了一年菜 老熊又叫你来我这里 我说得不错吧 呵呵呵呵 索额图说完 格格一笑 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菜带 菜带完全被惊呆了 如此机密大事 寿寿之间根本不允许有第三个人知道 除了奉特纸查阅内务府档案 那就是永久的秘密 但像索额图这样的宰府重臣 觉察了自己的身份 回去按规矩也得死啊 菜带 菜带木然呆立了良久 聂如这说道 中堂 截破了这层纸 再满也没意思 不过 您说是熊中堂派我来 须是误听人言 其实 呃 我也不知道是谁派的差事 既如此 明日请中堂辞了我 这些年中堂带我恩重入山 我也没见您有什么不检点处 捅出去与您也无异 有到时 山高水长峰回路转 将来菜带 再报你的恩罢了 索额图却冷笑了一声 我从不在暗中做媚心的事 自然不怕你这样的小人告状 你在这里勤紧办差 并无失误之处 我辞了你 岂不叫人犯一样 你得留下 除了给内务府办差 还得真心为我办差 我加三倍的阅历给你 如何 这 这个断断使不得呀 菜带被索额图阴森森的话 给吓得打了一个冷战 联想到这些日子 索府青客们说的夺敌 他纵然不敢如实 向内务府回报 也绝不敢为索额图 打听内庭消息 他慌乱的双膝跪下 摆着双手道 这是有甘尽力的 一个不慎 连中堂爷要 说着就捣算似的 直视叩头 索额图呼的一下子立起身来 咬着牙 从尺缝里说道 你不肯 好 我来告诉你 我乃极贫宰相 皇上自康熙三年一下明照 见于明王于东厂之祸 永远撤才 监视大臣之十三衙门 不知何人 折感大胆 冒充内务府人 潜入我府 达十二年之久 我不难为你 自上折奏明圣上 清查此事 这在我职权之中 索额图说罢 抽身便走 中堂 中堂爷 菜带是爬跪了几步 紧紧地抱住了索额图的大腿 哭着羊高 求中堂超生 我听爷的吩咐 就是了 过了一阵子 才听索额图 虚了一口长气 说道 你起来吧 我不揍就是 我扶皇上 保太子 是大清忠臣 又不叫你谋逆造反 你拿枪做事的做什么 不过叫你为我打听着点 防着小人害我误国 就如此害怕 你不是看中了 四奶奶的陪方丫头名当了吗 赏你了 李光帝匆匆地赶回府邸 早有门上长随李禄接着 掌灯带路 一边走 一边回话 老爷 李福从福建来了 有老爷的家书 我叫他在蝶翠轩等着 也是这会儿见他 还是等用过晚饭再叫他 哦 李光帝一路都在打着弹劾明珠的复稿呢 此时才回过神来 说道 我已经吃过饭了 叫他到书房来吧 说罢他沉思着进了书房 目光炯炯地构思奏章里的警句 一时李福进来 盲向李光帝扣了安 成了家书 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是三爷写的 老太太安否 李福是一脸的哭向 扑通一声常跪在地 老太太 老太太 没了 三老爷 怕爷伤心着急 不叫我穿校服爆赃 叫我进京面饼老爷 家里的事 都有他老人家一人主持 一定风风光光 把老太太的后事办了 话还没说完呢 李光帝早已经捣坐在椅子里边 扶身失声痛哭 母亲 母亲啊 你 你好苦啊 一日的扶梅翔就 就去了 李光帝啊 真是天底下最不小的逆子 这次回福建办差 只在家半天就 就走了 我真浑呢 我 我 他用手拍击着脑门子 浑身颤抖的不能自持 李光帝并不是书香名门出身 家随豪富 却是行商巨骨 弟兄四个他最小 因聪明伶俐 酷爱读书 经常受父亲的白眼 为太夫人出身相患 最终爱这个读书种子 恰当年 前名以老 伍智训 游历福建 偶尔发资 来李家教书 李光帝才有了 今日之荣 其中多亏了老太太 全力维持 如今骤然之间噩耗传来 李光帝真如五雷轰顶 哪里止得住泪水走猪般的滚落呀 李露喊着眼泪全道 四老爷 您得节哀呀 三爷说了 老爷如今是入阁的一品当朝 不定皇上要夺情 即使皇上的人 难免忠孝不能两全 请老爷仔细思量 老太太临终有话 说 四儿不必一定回来 她只要为皇上百姓多操点心 我在九泉之下 心里也是欢喜的 李光帝先还睁着泪眼 愣愣地听着 听至母亲一命的时候 忙跪了叩头领命 没听完呢 已经是枯软在地上 李光帝不孝通天 霍言相比 皇上要我这不孝之人 有什么用啊 真哭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外头家人进来 见李光帝还在那跪着呢 忙也跪了病道 老爷 外头高士奇相爷来访 李光帝慢慢地撑起身来 此时真是心乱如麻 母亲病故这事 要是被高士奇知道 立刻就得奏请丁忧 若论富丧母王 人子卢木三年 垫块气血 原是本分 但这么一来 谈和泉间 保太子 故国本的事 也就烟消云散 但若逆桑不报 这贪未忘亲的罪名 就得背一辈子 李光帝要了热毛巾 擦着脸 紧张地思索着 想到母亲的临终一言 这才慢慢地心定 一听见高士奇在院里 呵呵地笑着进来 一头走 一头说着 好香的荷花呀 一路进来要醉倒了人 李荣村爱怜 真有君子之风 李光帝再也不敢迟疑 挑帘的一步迎出 勉强微笑 偶感风寒 方才用了药 没得出去迎候高相 高相旷达人 两臂不知皆议 高士奇去着李光帝的脸 一斗袍子坐下 关切地说道 果然像是病了 热伤风 这个节气是最难受的 要不要我来给你切切脉 用的什么药 李光帝干嘛说道 不是什么大病 怎敢劳动你呀 方才吃了点银俏解毒伞 也就罢了 说着便命人奉茶 心里揣夺着高士奇的来意 高士奇喝了一口茶 笑道 再过一个月 就是中秋佳节 皇上一吩咐下来 今年有收复台湾这件喜事 这个节得好生热闹一番 可不能没有你这个大功臣呢 这件事李光帝早就听说过了 眼下他只盼着高士奇赶快走 一点也不想听他海阔天空的闲聊 便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笑着问 什么风吹得你这贵人来呀 江苏学台张伯年的风 高士奇是何等精明的人呢 一看出李光帝有慢客之意 又见李光帝面带其容 不像有病的模样 索性一仰身子 慢吞吞说道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拖了两年 预批今日下来 定的罪名很重啊 要除脚 为考试的事 他一下犯上 和阁里咆哮对骂 已经试了大臣的体统 不合又说 阁里恃宠无法 仗着皇上欺负人 又说皇上若时向着阁里 那也不过是个昏君 你听听他这些话 吓人不吓人呐 这事幸亏是刑部的人有主意 放了一年多 已经凉了 又赶着皇上这时候心里高兴 才忙着定线暴揍 要是当日趁热奏入 除斩的份都有呢 我来寻你啊 原是和王上书说好了 和你一道去看看老张的案卷 如有一线生路 上一个办法 救了他才好 李光帝直叮叮的 瞧着高士奇没言声 他如今正要磕场案的详细材料 并不是想拒绝 而是奇怪对面的这个人 对高士奇那点杂扮的财血 他历来看不上眼 只是这个八面玲珑 直直八节向上的人 又和明珠过从密切 怎么会对张柏年有这份好心肠呢 高士奇一眼就看穿了李光帝的心思 叹息了一声道 你瞪眼干什么呀 你是想我高士奇怀着什么鬼胎 若论柏年痛痒 实在与我无干哪 但这人和于成龙一样 轻得透底 老到这一步 我真的看不下去 口袋有个上书房宰府的身份 不管不成了奸臣哪 你如今在主子跟前说话叫响 我想着索相也必定要叫你出头来保 也想凑个热闹 到这儿 李光帝已是恍然大悟 高士奇一定闻到了什么味儿了 觉得明珠靠山不老 要跟索额图掏近乎了 想着就笑着说道 我原想明日去刑部 你这一来更好 有你高相爷来斡旋 这件事就有几番把握 二人连叫来到神将胡同刑部衙门 司官们早就散了 只刑部上书王世珍如约等着 见他们来 一点也不怠慢 便命人搬来厚厚的一碟案卷 高士奇随随便便的翻阅了一会儿 便和王世珍东拉西扯的闲谈 询问王世珍 鱼洋诗话杀清了没有 送我一部看看如何 又从卷宗里抽出一份抄家的清单 叫过书力道 抄一份给我 李光碧却闷声不响 一本一本翻看着训贡笔录 他心里边不禁安自吃惊啊 事情远比高士奇说的严重得多 张伯年除了支持纵容举子闹贡怨 还有贪默受贿的罪 虽说他自己坚不承认 但一应干政 结账清单 举斗实实在在 收受盐商年归银三千两 侵吞龙江关税银一万余两 又无故加则 总督府戈什哈致死 这两条无字可数 张伯年竟把金陵一个叫南氏楼的费纪院 改为相约讲堂 每逢硕日 在这里召集诸生宣讲康熙的盛讯十六条 且堂上居然挂出天语叮咛的匾 别的都不说了 仅此一罪就够送他去西市的了 王室真见李光帝看得讹上出汗 在旁探道 说起来伯年还是我的童年呢 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南京会刊的 天使满尚书 讹山和阁里 恰似火上浇油 一千多名秀才见翻千名 坐在牙前硬保伯年 声称要北上叩昏 江宁商民八十响应 瞧着是好心 却是帮倒忙啊 说着 帝国一闻黄陵折本道 李大人 请看竹坯 李光帝有点迟疑地接过来 一番便看见邪红的猪匹赫然在目 张伯年身为封江大吏 行为乃如此卑污不堪 折感吴曼镇宫 离见满汉君臣 阻造南巡行宫 又以下邪之地为宣讲圣誉之堂 实属无父无君之徒 轻疏可憨 着刑部何时各界无物 即从众义罪走斟 钦此 那字迹十分潦草 显然是康熙圣怒之下写的 李光帝小心地合上折子 问道 宇阳兄 这祖造南巡行宫 并没见有功训呢 王世珍苦笑了一声 扣盐商和关金的一万三千两就是 这项银子是隔离抽来造行宫用的 张伯年扣了 又夹死了总督府索银的格式哈 你没有看仔细 高士奇转着眼珠子 手指捏得山响 问道 刑部陷得什么刑 王世珍摇了摇头 这种罪有什么意头 大家说应定大币 我改了脚立绝 略金年义罢了 大币就是砍头 高士奇略一思索 说道 老兄 大币还是对的 你意得再重些 就难思掳掉他的死罪了 给下头打个招呼 说我高士奇要保他 你那个玉神庙 不是人住的地方 他年近六十 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 人折腾死了 还救什么 说吧 起身拉着李光帝的手 这儿不是办这件事的地方 咱们先走吧 当晚二人在高士奇府里商议着 由高士奇善哲 为张伯年辨缘 直到深夜 李光帝仔细看了稿样 数了明史 自明中已经敲了两下 因见李光帝要告辞 高士奇说道 金青 这件事感激甚大 阁里现在是国戚 又与所老三有瓜葛 你好生想想 若肯 明日我就递上去 若勉强 就罢了 免得与你不利 你把我看成何等洋人了 你只管去吧 李光帝大声地说完这句话 自己转身就走了 散任 回事 你 能静